日前,在沙特的多次要求下,联合国不得不对胡塞武装进行施压,要求胡塞武装从几个重要的港口进行撤离。 从关键港口撤离的胡塞武装,对沙特增加了不满。 不满沙特的胡塞武装,对沙特发起了打击,率先打响了与沙特军队的交战信号。 5月19日夜间,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导弹,对沙特开展了一场导弹袭击。 计划摧毁沙特,一处F-15战机基地,沙特似乎早就料到了胡塞武装会袭击自己。 于是在胡塞武装袭击自己之前,沙特在本国内部完成了爱国者反导系统的部署。 在爱国者反导系统的支援下,沙特成功拦截了多枚兰袭导弹。 不过沙特境内的空军基地,还是受到了一定的损伤。 沙特的成功拦截,导致胡塞武装的计划失败。 原本胡塞武装是打算通过发射导弹,摧毁沙特的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。 此次胡塞武装的袭击,不仅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,反而对爱国者系统的杰出作战表现,进行了完美的体现。 对胡塞武装来说,这是一场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打击行动。 并且胡塞武装还辜负了伊朗对自己的信任。 为了彻底拉拢胡塞武装,伊朗很下心将关键的导弹技术输出给胡塞武装。 而胡塞武装则通过伊朗支援的导弹技术,进行导弹的研制。 原本胡塞武装是想通过这些导弹,拖住美国可能利用到的中东力量,从未进一步减轻伊朗可能面临的军事压力。 为伊朗在与美国对抗方面,提供一定的支援。 不过目前的局势,似乎已经超出了伊朗与胡塞武装的控制。 此次沙特能够成功拦截胡塞的导弹,与美国的配合有关。 如果不是美国愿意对沙特出口爱国者,沙特根本无法靠自己拦截这些导弹。 不过美国也通过向沙特出口爱国者,进一步拉拢了与沙特的关系。 在对抗伊朗仪式上,沙特表示,自己将坚定不移地站在美国的阵营。 对美国来说,这正是自己想要的局面。